好的那节目开始前希望大家把这个签道打在屏幕上 那很多朋友开始爱上拍短视频 拍旅行视频 拍Vlog来记录生活 画面好看的同时收音质量也同样重要 那很多朋友投资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台专业相机 想拍一些更好的视频内容 之后却忽略掉了收音质量这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一段糟糕的音质可以直接毁了你一段原本很好的Vlog素材 如果你点开一段视频的收音质量是这样的 哈喽 那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 那今天是零下十度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经常出来拍摄的这片地方 已经全都是雪白的一片了 又或者你在室内像现在这个样子 那声音突然变成这样一种效果 感觉如何 特别是你如果Vlog或者拍摄在室外比较嘈杂的环境 再或者你和一些朋友在聚会想介绍一点什么 但是现场环境是比较吵的 录完回家检查点视频内容发现几乎什么都听不见 那我相信大家对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陌生 我也遇到过很多次 最终只能换一个场景补录或者是放弃这个场景 再或者你打开一个看似很好画面的UP主的视频 结果收音效果很多杂音 就算它的画面再美好 恐怕你也很难坚持看完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那现在的话大家听到的是这个相机它自带的这个麦克风 那效果的话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做一个声音测试 1234 那现在大家听到的是这个 我用的这个指向性麦克风 枪型麦克风的这个录制的声音 那大家应该可以听出区别 那声音测试1234 你很容易能感受到明显的差异吧 那这边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基本的旅行拍摄或者Vlog 你该选什么样的麦克风 那一定就是枪型麦克风 为什么 第一它有很好的指向性 话筒对准的方向就是被拍摄事物的方向 第二它有很好的降噪效果 录出来的声音很干净 不会带有很多的杂音和环境音在里面 第三它有很好的抗风性 那比如说你把防风罩带上一般的刮风天 不会出现风呼呼的这个声音在你的音频里面 那在这边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款 我很喜欢的麦克风 也是我们的国货之光 声客这个品牌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那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 录音界的专业选手 声客D30这台麦克风 这支麦克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有质感 外加上很舒服的防风罩的设计 而且体积也非常轻巧 那不光是连接你的专业相机 包括电脑平板或者手机等等都可以使用 而且自从我使用了这款声客D30之后 就很难再换回到之前的罗德的小型枪型麦克风了 就是这款 那性价比要高很多 那我推荐它的几个理由 第一收音干净纯正 完美消除了背景杂音和环境的嘈杂声 好的那现在的话大家看到我是在高速路旁 那一般大家做Vlog会拍片 尽量避免的是会在高速路旁 因为噪音很大 但是如果你用了指向型的麦克风的话 你就会听到收音效果还是很清晰的 你还是能听到当然有一点高速路的声音 但是比起如果你用直接的麦克风 或者是相机自带麦克风来录音的话 那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第二D30枪式麦克风设有模拟增益旋钮 可以从-10到15非线性调节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在比较安静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降低这个音量 或者录出来声音不至于太大 同样在喧嚣的环境里面 你可以录出来声音不至于太小 那这个功能是很多枪系麦克风它不具备的 第三内置电池 充电时间很短 只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充满 那充满之后基本上可以满足你一整天的拍摄的需求 第四就是金属质感 耐操耐用 经常出门拍摄的朋友 那设备一定是要耐用的 比起那些杂拍的一些塑料质感的这种麦克风 声刻D30真的称之上是经久耐用型的 那第五点最后就是它在使用Type-C作为音频输入的充电接口 相比3.5毫米 Type-C作为信号输入会保留更多的声音细节 那如果你决定开始做自媒体 或者想开始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拍摄内容的音质音量 那声刻D30我觉得是你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另外要给大家同时带来的 还有这个声刻的S61这个领夹麦克风 就现在我用的这个 那如果你是固定机位 想在相机较远的这种距离做一个拍摄 这个时候的话 枪形麦克风可能没有办法给到你那么远的距离 那你就要考虑这个领夹麦克风了 它的这个线有6米这么长 那所以基本上可以满足所有这个场景的一个拍摄需要的 那声刻S61的话性价比极高 那比如说对比这种动则上千元的这种领夹无线麦克风的话 那对于入门级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你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之一 因为它的价钱很便宜 而且音量就现在我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是我用这个麦录出来的这样一个声音 好的那这期节目的话 为大家推荐了这两款麦克风 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这两款麦克风的话 也是我基本上长期在使用的这两个麦克风 那希望对于比如说你之后在挑选麦克风上 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idea给到你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